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弟 慢点 如果想他死的话就不要动他 牧羞 等你等 哥 哥 我 我是不是就犯错了 没 你没有 子歇 无颜 爷爷 爷爷 刚才无颜的病状又发作了 我情急之下来到此地 是牧兄 他让无颜稳定下来了 没有服用丹药 就安静下来了 牧先生 抱歉 还请跟我来吧 天忆长老 我能否和无颜少爷聊一聊 天无颜 现在这里没有旁人 你怎么开始可以跟我说一说 你这血毒是怎么回事了 你怎么知道血毒 我不仅知道 我还知道悬空山的血迟计划 我不知道 你为何能够活着离开悬空山 回到天丹宗 可是我却知道 你体内带着的 应该是胜受紫血麒麟的血脉 我还要告诉你 你根本不知道如何运用这血脉之力 所以最终 你会被血脉反噬 直到成为一只紫血麒麟 一只只知道杀戮的凶兽 我有办法解决你身上的血脉反噬 如果你愿意 跟我回到落魂岛血蒙 我可以帮你 那 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需要你 吴老弟怎么样 无妨 只是问了一些想知道的事情 穆先生 你也看到了无言的症状 天一斗胆相问 穆先生是否有办法治好无言 我有办法 只是需要天无言跟在我身边 短则一年 长得十年 没问题 只要他愿意 我愿意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天城 我会跟你一道离开 好 那这是好事啊 趁着机会 我也有事情和你商量 你现在的血蒙刚刚成立 肯定急缺各类炼器材料 我器具门 可以和血蒙建立贸易 日后你血蒙所需炼器材料 可以全权从我器具门内获得如何 徐老头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吧 沐老弟 不怕你笑话呀 我只有一个要求 让徐赵蒙那小子 跟在你身后 学习炼器 十年时间尽可 如何 我天丹宗也是如此 那就多谢各位了 我也要回去了 先不打扰吧 现在你一句话 我可都是要为你跑腿的 严重了 我需要借助桂格的炼器士一用 而且 最好是那种最高等级的炼器士 而且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为我保密 除了你父亲 谁都不能知道 那么玄乎 你难不成是想炼制虚仙气啊 嗯 四字绘制器文 与寻常人手法大不相同 我仔细看看 好巧妙的手法 你看 他这里加了阵法 明显和我们素来勾画 气文曲线的路数不一样 没错 这倒是启发了我 是一个好法子 不烦 需要到其他区域去看一下了 对 不错 其他区域似乎快结束了 走吧 成了 我还是挺快的嘛 我的天 莫老师 你怎么那么快 我有答应做你的老师吗 放心吧 我练着的绝品圣器 无人能比的 这第一肯定是我的 你到时候就是我的老师 现在只不过是提前喊上爸爸 你可不许赖帐啊 好 此次比试 现在开始咽气 这咽气真实 满足绝品圣器的要求 最低该是一米的高度 七道光柱 代表力量韧性等不同属性 光柱越高越好 差距越小越好 三号 徐兆萌 听说徐兆萌 之前就能够练制 四级下等的绝品圣器 不知道这次怎么样 五级下等 不错 小盟进步越来越大了 这样看来 以后接替我器具门 门主的位置 指日可待啊 老徐 你这孙子可是不错呀 下一个 听正语 三级下等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作假 我怎么可能是三级下等 谁若是对此次比赛怀疑 可以来教验 我器具门的宴气真实 我器具门行得正 做得直 下一位 梦云 终于到我这位 天地之间 古往今来 空前绝后 鸣冠三千 小世界 段子绝孙的 不对 断出你们所有人念想的 天才炼丹师了 少刷点花头 说不定 在练习师一脉上 你能走得更远 我才不 我的梦想 就是成为 古往今来 空前绝后 七级下等 这 这像我 完全是神经病吧 能够练之出 七级下等的绝品圣器 却嚷嚷着 却做练丹师 不能忍啊 他要是再说 想做练丹师 我都忍不住 想要抽他了 完蛋了 完蛋了 七级下等 还不够给我 沐老师 四眼缝 我可能赢不了你了 没办法 做你的徒弟了 这下子 算是完了 这下子算是完了呀 边去 下一个 古飞扬 七级上等 七级上等 确实是足以你自傲了 八级下等 怎么 你小子怕了 三千小世界内 绝品圣器之上 便是虚仙器 而圣器最高等级 便是十级 沐云炼制的这柄剑 为十级 它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将会获得我 气聚们奖励的 虚仙器一剑 凭它挑选 哇 那可是一件虚仙器啊 我的天哪 我几辈子 才能忘了一件虚仙器啊 孟瑶 我现在传议于你的 名叫不灭血链 是关于血脉之令 你一定要认真令 血脉之令 据说与仙境十重之后 再踏过生死七遍 才是真正的踏入仙境 被称为仙人 到时候 修炼不再是肉身和魂魄 而是血脉了 这 这可是仙人之法呀 嗯 即便大家都懂 却也很少有 修炼血脉之力的法门 这不灭血脉 可以修炼出 属于自己的血脉之力 将来传承血脉 我们的一窝孩子 出生 就是仙人 哈哈 啊 云哥 你说什么呢 哼 只是现在与你说这些 你可能不太明白 然后你会知道 云哥 你还要去哪里 你先领悟一下第一处 我现在还要去传授给心仰 毕竟要雨露君瞻嘛 哼 什么雨露君瞻 森明氏 在水不流外人田 哎 他怎么出现在这里 告错了吧 是啊 他不是绝品圣丹师吗 怎么跑来练气呢 难道说 他是丹气双修的天才 哼 别得意嘛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你击败 让你知道什么是天才 我很得意吗 哦 可能没隐藏好自己想要夺取冠军的兴分 哼哼 放心 让你看出来了 哼 做你的晴天白日梦吧 你若是能够取得冠军 我花五此生再不练气 好 其实你不练气也好 替天赋也就那样 再努力 也都白费力气 不如早早改行 省得浪费材料 既然你一定要发誓 你就发一个吧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今天 你若是取得了第一 我花五此生绝不再练气 如果你没有取得第一呢 你要如何 没取得第一 没取得第一就没取得呗 我又没说非要拿第一 安静 考核准备开始 老徐 徐赵萌虽然说是你的孙子 可是不偏帮的说 这次这小子 绝对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若凤 你又在玩笑了 小萌这孩子 天赋足够 可是太年轻了 今年不够二十几岁 还是需要磨练啊 话不能这么说 那沐云 据说现在古灵判断 也应该是不到三十 这小孩子 可确实夺得了单笔冠军呢 你就是沐云吧 我叫孟云 我可是看了你前几日的比赛 十八道单纹 简直是我毕生想成为的 那种强大力难尸 可惜我走错了路 成为了练技士 所以沐兄 你能说我为徒吗 啊 孟云 回到你的位置上去 没见我拜师呢 再吼我 我不比了 搞得跟我稀罕比赛似的 你若是能够赢得了我 我就考虑一下 好啊 一言未定 快点啊 我等得花都谢了 智商吉人 下面 我来告知你们规则 此次 器具门为你们配备 适合炼制绝品盛器的材料 而接下来 你们只要是根据材料 随意炼制自己最适合 最拿手的圣器便可 到时 会放到焰器真实上进行教验 明白了吗 好巧妙的手法 你看 他这里加了阵法 明显和我们素来勾画气温曲线的路数不一样 没错 这倒是启发了我 是一个好法子 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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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